另外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近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那拜登赞扬意大利支持西方 包住了乌克兰 击退了俄罗斯的入侵 也跟梅洛尼讨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倡议的相关的问题 梅洛尼则表示说 意大利跟美国关系一直都非常的稳固以及友好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加码欧表示说 其实他比较喜欢是共和党人 然而他与拜登的关系相当的友好 由于美中关系仍然很紧张 而梅洛尼之前曾经表示说 这就算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罪议员 然而可能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 另外来关心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27号庆祝了韩战庭政协定 签署70周年 也就是战胜节 金正恩特地邀请大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李鸿忠 以及加上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来参加 金正恩亲自引领而邵一谷以及李鸿忠来入座 一同观看这是战胜纪念演出 那北韩也在昨天晚间举行了纪念战胜节的阅兵式 根据了日本日日新闻报道 金正恩先后会晤了中俄代表 也收到来自于习近平跟普丁的祝贺性 美国国会针对了幽浮举行了听证会 那前情报官员已经作证了 他们发现美国曾经从坠毁的飞行船上救出非人类的生活 这是幽浮以及外星人的存在 最夸张的是根据了前海军飞行员的描述 碰上不明飞行物并不是单独事件 而且甚至是经常常常发生 国会大厦内出现了大排长龙的场面 为的是能够参加幽浮丁证会 想听的人太多但是名额有限 因此有限人无法入内 两名前海军飞行员和一名前情报官 在国会宣誓作证 表示美国从坠毁的飞船中救出了非人类的生物 前飞行员表示 有一次两架F-18超级大黄蜂 被一个幽浮给分开来 而且在雷达系统升级之后 几乎是经常遇到 网站上也正大量传播神秘幽浮的资讯 一个在南极芝利娜拍到的景象 被广为疯传 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物体在水面上划过 近距离拍摄是一个长形的圆柱体 非常符合幽浮的特征 而皆由国会作证 吹效者呼吁美国政府 对于幽浮应该更加透明 并且警告这些不明物体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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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巴银 飞吾链 带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